各位朋友 好多粉丝啊 对这个同盟军进攻老街表达了忧虑 有粉丝呢 给我发来爆料 说呀 流传着一张南天门周围的火力点的布置图 说浩哥这仗没法打呀 同盟军干不下来呀 对吧 你看这巨点堡垒 全密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个急阵 这仗打不赢啊 是吧 你看从地图上来看 缅军是占领着南天门 南天门海拔2100米居高临下 可以俯视整个的老街 在老街的侧翼 缅军还控制着大水塘的据点 你只要打其中的一个据点 两侧和背后的缅军的据点 都可以开火轰击同盟军 是吧 大水塘打了两个礼拜了 现在呢 还没有夺取核心阵地呀 居高临下呀 同时配备着明暗火力点 大口气机枪 迫击炮 国感同盟军 没有大炮 没有战机 没有这种这个 远程武器 打这个据点非常困难呢 是吧 可是各位 你再深一步想一想 这么详细的火力 这个点的这种布局图 哪来的呀 哪来的呀 谁给的呀 谁给的呀 这要没有高分辨率的侦察卫星 这玩意儿 从哪飙的呀 你这么一想不就明白了吗 那同盟军捡到的武器 那都是有针对性的 说实在的 这些据点 在无人机面前 不堪一击 何况呢 还有相控阵雷达呀 还有红外夜视仪呀 各位 对呀 这些据点一个一个的 那就拔了它不就完了吗 对呀 没有 我 咱俩 你 没 没有 嗯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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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军的这些据说都是从中国淘宝买的 都是从淘宝买的民用无人机 所以俄乌战场的经验表明这种据点目前在无人机战术下那就是个菜 各位所以这么多的据点大家都不用担心 可以一个一个的拔除 是吗 好吧 咱们再看到今天的老街的局势 老街的局势是这样的 从今天开始也是从前两天开始 老街陆续传出民众逃亡的消息 这是今天传来的最新消息 据说是11月26号早上开始 缅甸老街市内被困的数千名民众通过各种方式返乡 从实弹检查站到室内的路上大量的车辆摩托车被堵了 一名当地人对记者说 我们早上去看的时候已经堵了很长的路了 因为爆发战争几乎所有的人都想返乡 车辆呢直接堵到室内了 想返乡的人有的乘坐车辆 有的不行 有的人骑摩托车 因为道路拥堵呢 步行返乡的人都可能见到 车子走得很慢 可能被堵住了 他说呢 车子在前面行驶的话 啊 这个能起到一个开路的效果 如果道路一直被堵的话 车子可能会后退 11月26号 车子慢慢的往前走 路可能会开放 如果检查不多 且路恢复开放的话 一天可能就出去了 如果检查时间较长的话 可能要三天左右 短短的路上啊 这些民众要待三天啊 昨天咱们也说到啊 凌晨来到这个同盟军的难民点 才吃上一口这个热乎饭 也就是泡方面面 当地人说呢 在11月26号呢 没有听到任何的枪炮声 情况呢 相对稳定 因此呢 很多民众开始离开市区 找寻办法返乡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离开吧 一名抵达这个瓦地区的民众称 说最近两三天呢 返乡的人没有受到什么阻碍 很多已经是返乡了 一名在老街地区 没有返乡的女性称呢 目前老街市内没有返乡的人 还剩下数千名 还有数千名民众 当然也包括数千名缅军 和这个电炸的这个民团了 是吧 电炸民团还有几千人 老街的民众反映称呢 说这个老街前几天就已经水电被切断了 粮食短缺 大米也买不到啊 有的网友跟我说 浩哥你问呢 那个一枚鸡蛋六千免币 那相当于二十二三块钱人民币 二十多块钱人民币 一个鸡蛋啊 说民众呢 这个困在老街 面临着这种挨恶的问题啊 这个事可能会形成人道灾难了啊 没办法 只有和平的 只有和平的国度 没有和平的年代啊 这个地球上每时每刻都会有战乱啊 是吧 那老街这缅甸的四大家族以前的时候啊 风光一时啊 那个时候这四大家族的四个公子被称为是电炸四少 那位说这电炸四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是抓的抓 那个逃的逃 死走逃亡 但是呢 他们最后一顿晚餐的影像啊 现在看起来令人唏嘘啊 或许是缅北四少的最后一次聚会 因为喝完这次酒之后 他们想再见的话 恐怕就得去另一个世界了 接下来让我们用三分钟的时间 去欢送这些畜生的最后一程 在这四位中 最可惜的就是张忠诚 说他可惜是因为他生错了地方 他不该生在缅北 假如他生在美国的话 没准就成为下一个马斯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张忠诚和其他三位的家境是不一样的 并没有父辈可以做靠山 他出身贫寒 但他却不认命 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之后 他逐渐和白鹰仓 魏荣等炸二代混到了一起 张忠诚这个人非常圆滑 也很有商业头脑 他先是开了一些赌场 后来又发展起了网络赌博 还有那个臭名昭著的缅北华纳集团 就是他一手创建的 他的创业之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为了缅北最富有的90后 但就是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胖子 却坑害了我们无数的国人 接下来在众多诈骗头目相继落网之后 他也将会受到应有的审判 送完他之后 咱们再送下一位 接下来这一位便是缅北四大家族的魏家公子哥 魏清涛 他目前在我国已经落网 并且还拍摄了劝家族投降的视频 这位公子哥显然是已经害怕了 眼神中不再有之前的光芒了 他喊话自己的家族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 也不要再抱任何的幻想 只有放了园区的中国人 才是他们家族最好的出路 说到缅北的魏家 自然少不了亨利集团 这个靠着博彩和电炸为生的家族 到最后再怎么折腾 也逃脱不了应有的审判 现在的魏公子已经进去了 接下来就是他的父亲魏超人 和他的姐姐魏荣了 到时你们一家就在包房里相聚吧 再把花两亿建造会所的钱 认真的交代一下 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呢 就是缅北白家的小公子白英苍 说到缅北白家的成员 可以说个个都不是吃素的 白索成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由于他的大儿子白英能 主要负责处理白家在政治方面的关系 所以白索成把家族的电炸生意 交给了三个女儿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年纪轻轻的白英苍 就有了单飞的机会 他为了把家族 最后的晚餐 同盟军 给缅军对面的大哥 刷个大火箭 是吧 给他们送行 对面大哥 接大火箭了 这大火箭尬心碧绿的 是吧 这要落到脑袋上 是吧 脑袋上绿光油油 好吧 这个老街的攻坚战 现在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所以大家呢 不必太担心啊 同盟军呢 一定会量力而行 到底是采用这种围困战术啊 把他们困死啊 还是说用无人机啊 然后呢 逐个的把这据点给清除了呢 我们拭目以待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 对吧 对吧 对吧